-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來 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偉 大家好 好 另外是作家廖輝英廖老師 大家好 廖老師啊 這裡喜事連連 今天娶媳婦 很圓滿 現在還要嫁女兒 可以逢你去 這個真的是 兒子也很優秀 這個媳婦也很棒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 媒體人許勝梅 大家好 以及這個作家許常德阿德 非常歡迎 那我們還有一個潘建志醫師 那他還在找車位 好 這個我們今天主題是 周遊的紅寶石婚 請教一下 紅寶石婚是幾年 他八十歲 跟他男人結婚 四十以上吧 四十歲是紅寶石婚 他有幫我買三十一 啊 三十一是什麼 這是鑽石嗎 按那個寶石來分 三十一呢 三十一就鑽石啊 趕快查一下 喔 有那麼快啊 你這個無堅不吹 無堅不吹什麼意思 就是非常的那個 就是除非有很堅的小山出現 不然就不吹 阿德老師 你講的喔 八十一歲的資深製作人 周遊阿谷跟他老公 七十歲的導演李朝勇 結婚四十周年 兩個人走過婚店的波折 然後十枚啊 這個舉辦紅寶石婚 哇 席開一百二十桌呢 就表示什麼 現場有一千多人 去祝福這樣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彌補當年 只登記沒有宴客的心願 先請教一下盛梅 為什麼他們當年只登記沒有宴客啊 當年是因為他們過去有一段恩怨情仇啦 包括當時因為阿溝跟這個李朝勇 他們各自有自己的這個婚姻跟家庭嘛 後來經過了很多的這個波折 他們兩個人終於在一起 而且那個時候 其實阿溝是已經在電視圈 已經是赫赫有名的女強人了 那兩個人在一起 當然也就沒有這麼樣的一個盛大的婚禮 他們就是註冊登記結婚這樣子 那在一起主要是 兩年前是三十八週年的時候 他們就發生了一個所謂的濕乃事件嘛 那今年算是四十週年 所以以李朝勇的說法就說 他要補給他的太太一個 這樣一個夢幻的婚禮 因為對任何一對男女 他們在一起不論多長時間 很奇怪都會有一個這樣的承諾 就是我就是不論時間有多長啦 我就是要給你這樣一個夢幻的婚禮 讓你當小公主 但是阿溝說不可以稱他小公主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我的男人就是小王子 小王子好啊 別人已經叫他小王子 他不要小王子這個稱號啦 為什麼 其實這一對夫妻啦 他們之間有很多很多的 哎呀這樣也不敢講 因為我看新聞是說 那個小三就叫他小王子 小王子 對 你都知道 你把那個本種浪費生命 哈哈哈哈 對 所以顯然 那位師奶的陰影其實還在 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這個婚禮多多少少也有點彌補阿溝 這個少女心的某種缺憾 好 這個是我 要不容易 就是說一個人80歲以上了 然後補辦的這個婚禮 竟然有佔這麼多的版面 來來來 這個都是各報 這麼大的這個新聞 那我們新聞哇哇哇 講實在話 可能是很多節目裡面 很認真的一個 我們昨天派了兩個人去現場 為什麼要笑那麼大聲 我不要我不要講 然後呢 同事啊 有派了這個去參加這個婚禮 那他們近距離的觀察是 賓客的平均年齡 好像應該超過 大概60歲 好像大概應該 對 然後婚禮現場的氣味很不同 飄散著很復古的香水 化妝品跟髮油的味道 還有放在衣櫥很久的衣服的味道 好扯人喔 你的傢伙 然後呢 賓客的禮服應該都是老師傅 設計打板剪材是很有品味的 大家其實都是有備而來 對不對 不過 這個有人說他們之所以會這樣 跟這個財產有關係 是嗎 這是因為之前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這個李朝勇他中間有一個 所謂的外遇事件 他不是跟一個師奶在一起 那當時因為後來兩個人分手了 阿溝又去把李朝勇又找回來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因為阿溝有答應李朝勇是給他1.5億 但是人家有否認喔 所以沒有這個1.5億這件事情 因為李朝勇的意思是說 我們是共同財產制 可是洪英大哥我們都會算數嘛 共同財產會超過1.5億啊 因為阿溝的身價不只1.5億 而且這幾天還有人問了李朝勇 那李朝勇意思是說 就沒有所謂1.5億我才回頭這件事情 而且以阿溝這種女強人的霸氣 那李朝勇有說 從來他就沒有要什麼財產 我們在一起 我們是一起打拚的 本來國家就有規定 夫妻共同財產制 我沒有爭 所以不是1.5億喔 對我剛剛講的不是1.5億 你很壞我只能跟你講你很壞 你所有這種話都要我來講 這樣要來賓幹嘛 我有點心機啦 對沒錯啊 超過1.5億啊 如果以阿溝30億的話 欸15億耶 這樣對不對 我這樣沒說錯 什麼 如果以阿溝剩下30億啦 都會有30億啊 不只喔 你看他的房子 那這樣的話 不是1.5億 是15億 對不對 共有財產制嘛 對 好好好 欸廖老師 你也來辦一張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為什麼這樣笑死人 我對婚禮沒有這種 你是說老公有辦法把你撲起來嗎 不知道他90公斤 又不是你抱他 是他抱你 沒有啦 我覺得我的個性是不會做這種事情 為什麼 沒有必要嘛 你老了就老了 人還用這個來證明你的愛情嗎 什麼叫沒有必要 我覺得夫妻就是尋常 那我覺得這個為什麼不尋常 就是因為有點過程 有點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讓女人很傷心 所以把他叫 後來叫回來了 可是這個男人要補償他 我覺得夫妻不是要補償的 而且我覺得 看起來就是也沒有很賞心悅目 我有一點熱了 我會被店員做記憶 你都逼人家講這種話 我哪有逼 你怎麼都逼人家講這種話 我哪有有引誘的嫌疑 你們啊 現在主持人家不太做了 不太做了 讓你有花園的空間 然後講說 哇 我是說你看穿這麼漂亮 漂亮 漂亮自己賞進悅目就好了 對 我覺得有人就是要這樣辦 就是表示他很喜歡這樣 所以這個一定能夠彌補他的虛榮心 或什麼少女心 或什麼心之類的 誰要辦那是人家的自由 對啊 所以我們就 旁觀者就是保持距離看就好了 對啊 為什麼你不叫我就是祝福啊 他不要我祝福 因為我也不認識他 沒有 因為我覺得阿哥是很愛面子的 你知道兩年前那個事情 其實讓他非常的沒有面子 但終究這個 這把槍還是回到他身邊了 因為他那時候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話 他說子彈都給別人用沒關係 槍我要留在身邊 那是阿哥兩年前非常經典的一句話 子彈給他用槍要幹嘛 槍就沒用了 對啊 就算這樣子嘛 槍也要留在身邊 對啊 證明說他還是這個槍的擁有者 這個喔 他很要面子 很微妙的心情 對 因為看著槍管你就覺得 因為他是李強人 對不對 李強人還被背叛的話 對他很受不了 所以等於是說兩年前那個事件 那你對照今年 就是這個婚禮 這一場婚禮 那我剛剛查了一下啦 鄭大哥 三十年是珍珠婚 還不到鑽石喔 還不到鑽石是六十年 六十年 我在想為什麼三十會鑽石 所以我們希望阿哥 就是六十年的時候 可以再辦一場這樣 那當然我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面子的問題 所以這一場婚禮你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他要強調 這不是我周遊要求 這是李朝勇說要給我的婚禮喔 而且你看他辦在軍樂飯店啊 不是不是 他在點華 點華講錯 對就是在那個點華飯店 然後開這麼多桌 而且這個李朝勇導演是講說 他不收禮金的 那你想想看要砸多少錢喔 那不管今天這個錢是誰出的 可是反正對外就是 老公說要給我的婚禮 那我覺得他理直面子都有了 所以這一方面也是彌補自己 當年沒有婚禮 二方面就是給這個 過去叫他小王子的人看一下 他還是在我這邊的 是嗎 我覺得多少有這樣子的味道啦 要不然坦白說就是說 老夫老妻兒 有些人覺得說何必再辦這個婚禮呢 而且你想想看那個伴郎伴娘 那加起來 用這麼大的方式 宣誓主權 是加起來一千歲 曾大哥 這個空前絕後了 伴郎伴娘加起來一千歲 對 你知道伴娘有誰嗎 宿諸阿姨 對 那個誰 張立敏 張立敏 紀錄俠 還有呢 這個嬌來阿嬤 你想想看 這個伴娘加起來都已經 亡滿嬌啦 亡滿嬌 都是 都是罵自輩的了 現在在演藝圈都是罵自輩了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周遊他在演藝圈人員還是很好 對 然後那個花童 我們想說花童不就是小孩嗎 那花童是他當年飛龍在天 一首捧紅的 江洪恩阿 黃維德阿 張鳳書耶 這些人 是是是 所以還滿特別的 好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次進來表情太可愛了 如果是我看這個婚禮 我倒也覺得不錯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難得有一個場合 大家都盛裝出席 然後變成一個很熱鬧歡樂的場合 難得 因為你會很重視 我隨便舉例好了 大家都講說 他們加起來一千歲 然後可能都七八十歲了 可是你看喔 他們為了出席這個場合 就要開始去注意自己的身材 很久以前開始去想服裝 開始要保養 對不對 然後大家在一起 然後就會敘舊 這看起來不錯 可是你知道現在就是 為什麼 就是七十歲以上 或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 會這樣子嗎 對 因為社會太不重視他們了 所以他們就來 哪一個讓大家重視一下 完全是熟齡的 高齡的場合 看起來你想碗撲面 阿德 你怎麼看阿德 因為我覺得他們平常如果 你怎麼講話了 還要介紹來賓 我要刷存在感 所以要主動講話 你大牌嘛 沒有啦 找不到停車位 開玩笑的 對 我是潘醫師 我覺得啦 你是不是要介紹他 對啊 他就已經講話了 還怎麼介紹 因為像年紀這麼大了 對 老實說啦 如果要出現在什麼 金曲獎 金鐘獎 金馬獎上面 沒什麼機會 大概有點困難啦 該得獎的以前都得過了啦 那種場合是年輕人走紅毯嘛 那他們還有什麼機會 可以把這些禮服拿出來了 大概就是一場婚禮 可是我想平常他們也參加很多婚禮 只不過那都是後輩的 那後輩我們不會知道 只有在這一場的時候 新聞會關注啦 所以大家才注意到他們 他們才有機會 因為這樣月上媒體的版面 也刷存在感嗎 當然也是刷存在感 那我覺得啦 其實如果周遊他會講 誰來了 誰沒來 蔣經文也沒來 韓瑜呢 這些消息在婚禮之前 就是還沒有真是典禮 所以開始之前 記者沒有看到誰來之前 誰會知道誰要來誰不來 一定都是最核心的人嘛 去問 問了以後覺得說 他一定不會來 所以呢 這個消息是放出去的 我覺得是製作人慣用的手法啦 信息要上檔 也都會來炒作一下 男女主角的匪文 或是不合啊 這些消息啊 人心的節目是不是這樣 對 但是 因為有時候觀眾朋友看 婚禮很認真 很多人會覺得啊 誰誰誰怎樣 可是因為藝人的婚禮 跟一般人的婚禮不一樣 阿公其實有講 他這個婚禮辦起來 因為他不收禮金嘛 洗開120桌 加上剛剛洪一大哥拿 他換了好多套衣服 這個零零總統加起來 可能費用要超過1000萬 可是他實際花費 他說大概300萬 其實藝人是這樣 很多的藝人 他放這個消息出去 他要辦這個婚禮 是一定要辦 是因為他背後是一個商業行為 就贊助商就會贊助 你必須去秀這個 比如說衣服 秀這個場地 秀伴手禮 包括他伴手禮 是我們的金門高粱嘛 上面有他們兩個人的肖像 所以這個婚禮本身 第一他就是一個 比較商業的行為 喔 以後喝那個酒會很普適喔 對 長長久久 垃圾的時候再喝 所以有點像冠名贊助 有 所以婚禮 而且甚至那些藝人 他不辦都不可以 因為他後面已經贊助商的費用 跟東西都進來 他都一定要辦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阿溝這個婚禮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比較 我們比較老一輩的思考方式 就是說第一 他是一個人脈的展現 阿溝雖然80了 但是他覺得他在這個江湖上 他還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所以我要你們來 你們還是要來 像他跟賈金文之間 這個所謂的紛爭 是因為他有 他要求這個飛龍在天 這些演員你都要來當花童 因為很特別嘛 更何況飛龍在天這麼久 這個我唸一下好不好 自由時報的報導 周遊不滿地透露 花童就卡在賈金文一個人 唯獨賈金文不來 然後賈金文的經紀人說 因為賈金文的心系 在婚禮當天早上要開鏡 晚上要開拍 因此不便出席 周遊聽完後勃然大怒 趕不過來 你放範時間來一個鐘頭 走一下進場儀式也好 不想想自己是怎麼起家的 然後更抱怨 自己已經二度親自 跟賈金文的媽媽聯繫 卻都是接到經紀人的回覆 所以周遊就嗆他說 不可以做人 這樣可以演戲 畫得很重對不對 畫滿重的啦 對啊 但是有轉環 因為賈金文的確 他昨天就沒有來 但是呢 這個婚禮開始之前 他送了一個很漂亮的花籃 上面還有粉紅色的氣球 賈金文跟他的先生 秀傑凱就聯名就送給阿溝 那阿溝看到那個花籃 其實氣也消了 因為花籃賓客都看得到嘛 這個面子是不是也做給你了 所以又有記者在問 可是不是肯持花籃嗎 他唯一收的就是這個花籃 結果呢 有記者在問說 阿溝就說 不愧我沒有生他的氣 我其實是生他經紀人的氣啦 不會做人 至少要讓他來一個小時嘛 當年他拍我的戲的時候 他去拍廣告 我都讓他嘎時間了 為什麼他不能嘎一點時間 你看這又是一個 所謂的面子問題 你至少到場了十分鐘嘛 我覺得盛美講這很好 來 這讓人情小書 這個律師 我不曉得林志全 林律師是什麼角色啦 然後他又出來講 是律師 他就支持賈靜雯 林律師說 台語有一句話讓他討人情 人情這個東西很妙 你自以為對人家有恩 點一下人家面有難色 就可以收了 要硬討這個人情 那就是難看 就算是你真的對人家有恩 真的要加引號喔 人家要怎麼還你這個人情 那也是對方可以選擇的嘛 你搞了一個奇怪的婚禮 林律師 你自我感覺良好 是你的選擇 人家不一定要奉陪到底跟你一起胡鬧 哇林律師 你媽的我覺得洗三顆打給你 那可能是賈靜雯的fans啊 對不對 有可能 他有可能 林律師我也不認識 我只是 這個 把那個林律師講的話轉載過來 阿德你怎麼看 沒有我首先先對那個醫師喔 剛才講說 其實這些知識藝人喔 穿這一禮物是為了這個曝光 這個我是不能認同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真的是太羞辱這些 資深的藝人 真的我覺得這個是沒有道理的 然後第二個是我要講的是說 你要不要去掛他的枕 其實大家會對這個事情 有那麼多批評 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跟阿溝啊 就是他有很多爭議性的話題 講的話 其實大家會把它捲在一起 一起批判 然後如果說我們單純 從一個婚禮來看喔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的婚禮要被批評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其實這個所有的批評 都是一個很大男人的角度 在看這個東西說 你就是這個年紀的女人 不能做這些事情 就是這個道理而已 不然的話說 你就可以說 我看起來不舒服嘛 我很不喜歡 都可以啊 因為每一首大家都可以感受 可以講 可是我覺得背後的那個動機 都感覺上是不允許 就覺得就像有人會講說 這不允許 就是 然後我覺得說 你可以不喜歡 可以說不允許 這個事情就是不允許 就是一個不允許的一個角度 然後想一想說 我覺得為什麼 在這個時代 女性辦一個這樣的婚禮 有一個夢夢看的泡泡夢 還不允許到這種地步 我就覺得說這是什麼道理 我聽不懂 阿哥 你是第一次來哇哇 你來太多次了 第一次講話是沒有笑容 我真的很生氣 真的 沒有 我是這樣看啦 也許也沒有那麼絕對啦 我是覺得說 有些人選擇 感情要喜歡低調 不喜歡高調 他沒有說不允許 不是 我是說 美健小這句話 就有不允許的一個 有啊 陳松永 我覺得說 你講說看起來不舒服 看起來很噁心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那是美醜的問題 可以說美健小 這個就是 你不允許做這個 做這個就是一個標準 對我來講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時代一個女生 有一個這個年紀 要做這樣一個夢 而且她也真的完成了 我的愛心就講啊 我說那個照片 你覺得很噁心 可是我覺得要比那種 外表很符合大家期待 可是內心一點自信 都沒有的太太本 我覺得好太多了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鼓勵一個 大家去往這個地方 去想這個事情 我覺得多元的社會滿意 可以要任何表現 你生活的方式啦 想法 好 講到陳松友 我們就來看一下陳松友 周遊跟李朝勇 他們有出席 關懷演藝人員的 中秋節參會 然後呢 中秋節參會 就是9月幾號 9月 我記得是9月20幾號 是不是 然後台上呢 他們兩個人呢 就洗手大唱神雕俠旅 神雕俠旅 神雕俠旅跟他唱 月媽江湖道 世界比天高 以為是溫柔沒參卷 以為是翩翩沒少年 我明天在看這段的收視率 不會收視率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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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婚禮上有唱啊 孟非跟那個誰 金八點 金沛山 金沛山 他有唱這首歌 是是是 好 那這個陳松 老實講陳松友講的真的很兇 那他講了什麼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阿德 唱一下啦 幹嘛這樣 哈哈哈哈 好 這個 我覺得喔 就說一場婚禮 確實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台灣就是這樣嘛 那當時啊 他們在中秋節的參會上面唱 神交俠儀的時候 台下的陳松友啊 曾經因為周遊 曬閨房的事情 大罵他 不知廉恥 被問到說 那你會不會去參加婚禮 陳松友重炮狂批 關我什麼事 我不屑 人家是厚黑學 他叫厚臉皮 陳松友訪問 我是不要臉那一國的嗎 人最怕不要臉 我是那種人嗎 又說 即使被寄紅包 人不到 禮也不會到 他嗆說 有錢也不給 不如捐給流浪狗 然後最後呢 他口吐驚人之語 狂酸周遊說 他現在要結婚的這個 人 是考古學家 每天抱著殭屍在考古 我的天啊 他為什麼講話這麼重啊 沒有 因為其實在兩年前的事情的時候 陳松友大哥就有批評過 就是因為那時候阿溝有被問到 他跟李導演的規房密室 就有講了一些這樣 那時候就 也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然後就有人問很多資深藝人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大多人都是挺周遊嘛 那就陳松友就是講話比較直接 他就有這樣講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有一點結下梁子啦 那你說在這一場 這個中秋餐會 就是很多資深藝人又去了 那記者難免就要問一下啊 那陳松友大哥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那就像剛剛鄭大哥講的嘛 其實他第一時間這樣講 那梁子有那麼重啊 我覺得那就是 就坦白講 就是他看不過他就要講 但是你要批評 我覺得可以 但是要有分寸啊 因為其實這樣真的是傷害到 人家的人格跟自尊 因為他除了是罵周遊厚臉皮之外 他罵他是在諷刺李朝勇 你是考古學家 因為你每天抱著一個殭屍這樣 那我覺得這樣子是 一句話我補兩個人嘛 那本來他們兩個夫妻是很生氣 是要告陳松友 就覺得說也不用顧朋友的顏面了 你都沒有顧我的面子這樣講 我要告你這樣 那要告 當然就會去問陳松友大哥啊 他就覺得那就告啊 怎麼樣呢 但後來阿公是說不告他啦 因為阿公說 不要啦好事一裝嘛 對啦阿公是不告他了 那因為不告了 記者再去問陳松友 那陳松友大哥也沒在客氣的啊 他就講說 你要我去參加婚禮 我不如把錢捐給流浪狗動物之家 然後還講到說 啊我每天在看流浪狗交配 我幹嘛去他們的婚禮看 就話講得很重 所以你知道有些網友就在想說 是怎樣 當年是李朝勇導演把周遊橫刀奪愛嗎 你要這麼恨他這樣子 因為我真心覺得啦就是說 不好意思我告訴你 如果去問陳松友說 那你當時因為周遊追不到嗎 才這樣生氣嗎 他會怎麼講 不知道 因為他真的講話是很直接的啦 陳松友大哥 只是說真的都在演藝圈嘛 這是沒有必要講這麼重的話 那人家也跟台階說不告了 就也不用後面這些話啦 這站在一個公平的角度來看 你不祝福但是不要批評 你可以想見就是說 對這場婚禮有些人的看法 是真的很多元 那我的感覺就是說 即便啦 因為我是覺得台灣就是個國家的人 即便中國要統一台灣 假定習近平要嫁女兒我也會祝福 因為那就是喜事 對不對 那即便喔 就是這個 就是我不喜歡的人 他們家有喪事 我也會表示哀悼 我覺得就這樣嘛 人家婚禮就是給他祝福了 這是我的看法啦 這樣 這就是做人的認情偽利嘛 那我們這個講道認情 因為他有點了賈淨文嘛 好像有點了韓瑜是不是 但是他跟韓瑜之間的 這些恩怨請求 要從韓瑜的婚禮說起 其實很妙的是我們通常 在婚禮當中會凸顯 你跟這個人之間的一些不愉快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過去韓瑜他出道 也都是因為周游的戲 把這個人給捧紅了 那周游也基本上就是韓瑜的乾媽 所以這個之間的這個恩情是很重的 韓瑜跟孫協志結婚 那因為這個婚禮辦得很盛大 在君平酒店 好位子該放在哪裡也很重要 那照理說周游身為捧紅韓瑜的人 又是他的乾媽 所以他基本上只賜於主婚人的這個地位了 對不對 好我是他乾媽 第一他就對這個座位的安排有一點意見 但是也沒有關係 他就坐主座旁邊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婚禮開始之後 這個主持人就會介紹嘛 誰誰誰誰誰誰 這其實婚禮上面 誰上去致詞也是很多美感 主持人就講了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人呢 很重要 他是我們新郎 新娘的恩師 講到這裡那 周游就 你屁股就 就這樣啊你知道嗎 因為他起來比較慢嘛 所以他就這樣 結果 然後我們那個掌聲歡迎孫德榮先生 他屁股都已經離開椅子了 這面子這個放不下嘛 所以 我想坐在身上 我想坐在身上 不是 可是婚禮大家都會看啊 對不對 因為其實 如果說大聲上去 這個主持人再介紹阿溝也可以 可是阿溝就坐不住 因為這個面子 我沒有辦法忍受 所以 大聲在上面 致詞阿溝跟李朝勇 他們就先走了 因為記者也都在線上 就會有人問嘛 難免阿溝意思又說 這個太過分 然後位子也沒有給我排好 誰是他的恩師 他搞不清楚他就走了 這一走不得了 這美角就解下來了 問題是 這個場合 主婚人才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韓瑜的媽媽 可能當時也急了啦 就說 這個說乾媽這兩個字太沉重 以後不要提或之類 不得了 這樣說下去 你就是不認我這個人嗎 當初不是我捧紅你的嗎 之後因為韓瑜也沒道歉 他就是很輕描淡寫 我認為他不是針對周游 他只是講說 哎呀這個意思是什麼 不要把我當病貓之類的 他其實只是說 他看到一隻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有所指 可是這些話都會被記者 一直放大 一直放大 這個仇就結得很深 那你想想看 韓瑜跟孫協士都離婚了嘛 那現在這一次 周游也請韓瑜要來 韓瑜第一時間 他們是有答應的喔 來了 妙了 這次婚禮 韓瑜沒有出現 那不是答應要來嗎 所以記者的標題寫得狠狠 說反骨就是做好做滿 意思是說韓瑜跟賈金文的反骨 這件事情已經做到滿了 然後阿溝就抱怨說 不但沒有來 他連電話都沒接 人也找不到 後來韓瑜那邊 經紀人有解釋 說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搬家了搬家了 他換電話了換電話了 我們有請經紀人來包禮金 來囉 剛說不收禮金 對 當場退 說我們不收 那這個 人家不收就是不收 不會單收禮包 可是因為你 你至少要接個電話 或至少致歉或什麼 因為顯然賈金文跟韓瑜 都是因為有工作 這是難免 真的難免 對 可是可能對阿溝他就覺得 最後還是一個面子的問題 因為你們都是我的土地 可是我們話說回來 黃維德他在大陸 他一聽到這個 要叫他回來 他說他很抓 他覺得不回來不行 我都要到 他昨天很早就到現場了 他說把頭髮都洗好 然後就坐在那邊等 等阿溝吩咐他做什麼 做什麼 所以可見這個婚禮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有很多 你不知道的一些美角 婚禮 白頭髮如果沒有多一百幾 我不相信 你有感覺 有 籌備婚禮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嗎 對 尤其要請賓客 請賓客的時候 像我們這樣 當然朋友很多 可是我都自己先挑過 譬如說 年輕人 我們就不要炸人家了 錢也沒有賺很多 所以我年輕人不太炸 那你可以助記啊 就是 30歲以下 一千二 那看不起人家把人家定價 他的意思是 你可以專載 年輕的有錢人就好了 不是不是 沒有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認識 我大部分都沒幫我年輕人 很年輕的 或者說 就 你知道他的收入不是很多 或者他覺得 這也是一種體貼啦 對啦 就是 然後呢我找那個 舊的朋友 有的長輩也都沒什麼錢 對啊 所以我們 我都有刪過啊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會先傳個解釋 我打個電話說 我準備辦喜事 那是兩場啦 你可以參加哪一場 然後 先問他們呢 那有意願要來 我剛剛可以來 有的人說 沒有我剛出國 就每一個 我覺得用出國做理由很少 我會出國 我會出國 最懶惱就是 那時候說要出國 到外面再去燭 你不是要出國 沒有啊 怕 我買了 就出銷你 對啊 他只要講說他出國 或者說工作很忙 我說OK 那我通知過你了 對 那我們就不聯絡囉 對 不是 我就說 那我就不會寄行典給你 那我也不用送禮金 我有這樣講清楚 應該說 彼此都有個台階 對 你也知道 人不然沒有關係 但你要到喔 你不能一直強硬要求人家來嘛 有的是可以滿口送 有好的照片給你感覺是真的想到嗎 有啦 有時候是 我對他很好的 這個有 我們等一下再說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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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也會感受到人情冷暖 是 就是平常很好的 然後我覺得 在某些地方我也幫過他的 就是當然不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可以幫人家 就幫人家嘛 所以會考慮 那也考慮很久說 就打個電話說 那你能不能來 他說沒問題 恭喜你 那我說 那可以寄帖子嗎 他說可以 寄了以後呢 那個 婚禮快到的時候 不是要考慮一下嗎 那有的人 譬如說 譬如說本來沒有關子的 後來那天跑去做一個什麼大關子 顧客或者當人家的什麼什麼什麼 對 那我也體諒他 我就會打個電話去 就是說 要打個電話給他說 如果你不能來 我可以了解 所以你不用太勉強 可是電話一直接不上 電話都不接啊 所以後來也就沒有打了嘛 因為一直打一直打 電話都不接你可以寫簡訊啊 我跟你講他 他不太在看那個東西 我跟你講 所以我打到他家 不然我們可以在節目上說啊 不要這樣 就是說有些 滿口答應你的時候 然後你也砍破的時候 也跟他講了 他也沒有回你 結果也沒來 也沒有送你什麼都 也沒有解釋 也沒有一個電話說 我不能去 這個就讓你覺得說 怎麼會 主要失去聯絡 主要失去聯絡 我事後說 你那天不是說要來嗎 我幫你留了位子 你沒有來 他說哎呀 我去旅行了 我去哪裡了 所以聽起來很 我就覺得就是你要尊重他 但是你也 你覺得平常是 你覺得你是不是很好的 沒有啦 就是說那種交情 是可以放帖子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是 所以以前 以前我給人家禮金的 我並沒有發 因為有時候 他現在情況不太好 老人退休了什麼 你就沒有發嘛 所以我考慮很多啦 對 但是有些人譬如說 啊 就是有些人就是說 跟你講得滿 然後你去航空 沒有問題怎樣怎樣 還是會受傷 對你打個電話來跟我講 你不能來嘛 你知道那個位子都留他 會多幾桌或什麼東西 對 人一多就多出來一桌兩桌 那你可以把那個 座位放名牌啊 這樣不來不是更難看嗎 不會啊 那就知道誰沒有來 沒有 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 比如說像阿哥這樣一個個性 你知道他這樣的個性就是說 你有什麼問題 你有什麼困難 我覺得你有機會 我就會給你 讓你當女主角 就是這樣一個個性的人 你看喔 廖老師喔 這樣的個性喔 都還是會有一點受傷 會受傷啊 你知道這樣一個 我急於立刻幫你的 這樣一個個性 然後嘴巴要講很快 其實我覺得他每次的批評 或是攻擊喔 都只在嘴巴上而已 對 其實他其實後來就算 沒有到心裡面去的 對 就是這樣一個人 個性就是那麼急於幫助人 然後急 你說 再急於說你這個沒有來 他當然會很生氣 因為落差很大 對 所以對他來講就是說 我覺得說 尤其是這個是演藝圈 應該更了解他而已 然後為什麼不能了解他 就表示 其實不是這件事了不了解 而是帶了另外一個觀念 在看這個事情 就覺得這個婚禮就是不能辦 就是這樣的婚禮喔 就是他覺得 就是覺得說 就是沒有隔掉 用這樣的方式來評判的 可是對我來講就是說 其實 你說有些人沒來 是覺得這個沒有隔掉這樣嗎 應該不會吧 不是 我說很多人會批評他 就說這個年紀 然後就曬這種恩愛 辦這樣的婚禮 找那麼多人來挺你 然後沒有啦 還要被你講 我覺得 有些人搞不好 是真的怕被他講 所以就好來 是啊 我覺得這個 為什麼會怕呢 這個怕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嘛 一定就是你曾經幫過我什麼 是是是 不然他何必吃 就賣這個單呢 不需要啊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這樣一個婚禮 他也沒有說要去 去占價便宜 比如說我拿到的帖子 他是不收禮金 他給我連不收禮金喔 還送酒喔 然後呢 而且他婚禮之前 還有一個一個小時的酒 會讓你免費喝酒喔 就是 他其實要表達一個感覺就是說 我希望 我很渴望你們祝福我 就是這樣一個心情而已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有什麼好複雜的 是是 而且我覺得 那去了以後你的感覺呢 就是 就是 你這樣腳不是很毛肚嗎 後來 後來沒有去 沒有去 因為那個 還想怎麼樣 對啊 因為有人做一套 做一套我總要猜一套 等一下 我沒有說一套 我製作人出來 你不要講話 你為什麼沒有去 沒有就是 我就因為有一個通告嘛 就是 就是之前 你要出國了 你是我們唯一收到通告了 你是旅行的 因為我這個帖子 是前三天收到的 我這個帖子 你解釋 你解釋 我這個帖子是前三天收到的 你解釋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帖子 是因為 我就在我臉書 就是 我覺得那個周友那個 婚紗罩好可愛 真的好可愛喔 就是 就被登到報紙上 然後呢 可能有個朋友就告訴周友說 欸 喜歡得我幫你寫這個東西 他就想盡辦法去要我的電話 然後呢 之前打電話給我 這是誰啊 我都不接 突然 一直到前三天的時候 我突然接起來 他說 是周恩 因為我以為是另外一個電話 結果周想 哇 人家還打給你 你竟然對 其實打給我 然後我 我要講話的時候 怎麼還有另外一個聲音 原來是擴音的 他跟他老公一起跟我講話 然後就邀請我來參加這個婚禮 我說好 然後呢 可是我其實我的通告本來是不會delay的 就是不會影響 可是大delay 你知道錄影的時候有時候 就是影響到 就是 所以我那時候還邀請這個 執著人 為什麼他可以到現場去幫他 就是由我那個洗衣鐵 我說你先幫我這樣的位置 我會趕過來 可是我就是後來趕不過來 然後最主要那一 昨天也是很滿 很滿 不過我覺得這樣就是說 大氣的人啊 你就會知道說 阿德他真的被事情耽擱了 他不是不來的 我講實在話 我覺得他算很誠實 他就說 我有刷到鐵紙 然後我後來真的沒去 他很不好意思 然後那個被沒有去是因為一個通告 這樣子 還有一個事就是說 其實喔 其實我覺得說 就像我覺得 比如說 我剛才其實有跟製作單位講說 不要在節目上跟我講說 我沒有去這個事情 結果 你有這樣跟他們交代一下 就是我有跟那個 好另外一個講 然後呢 他沒有跟我講喔 你應該知道不能講啊 不然我們全部 這一段全部剪掉 為了阿德 好不好 沒有啊 其實我的壓力不在意 好不好好不好 好 不用剪 你知道 其實我在意被他知道 不是因為我怕被他罵 因為他罵 他的罵都不是真的罵 我是怕生到他的心 就是說 怎麼又是一個人沒有來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熱情 你想要親自打電話給我 邀請我去來參加這個婚禮 我覺得那個心情 其實我覺得說 他是滿滿的真的 真的在邀請我 希望大家來祝福啦 是是是是 同意同意同意 好這個是做人的導力嘛 對 就是說為了一個通告 對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 有時候其實應該是說 他阿公會希望 因為我的想法是 我也沒有收禮金 對不對 那語錄均沾啊 所以你們曾經 等於是說我捧紅過你 或是怎麼樣的 他的理解 或是說你要排除萬難來嘛 你看那個誰誰誰都來啦 為什麼你不能來 你不能來你也打個電話給我 是是 其實這有點 如果說這個律師說在討人情 我覺得他討的也有道理啦 就如果說他從來都沒有跟你討過人情 就討這麼一次 對 這個律師也不是說 他意思就是說討人情 可是討人情 每個人的 懂 理解 看那件 那件我欠你人情那件事情 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其他的 你可能覺得我欠你很多人情 可是這個人會覺得說 我哪有欠他 就他好我也好 我好他也好啊 我也不給他 可是我覺得說 就是聽人家講話不能只是看他字面上 就是你要看這個人的過去的個性 他一致講話的一個態度 就是他講那句話來講 可能別人覺得說 我就罵你說你去死啊 可能就會出事 可是有些人講這個事情 你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個性的代表 就是口頭禪 甚至他覺得說 我這個事情 我就是跟你有私交 我就是敢這樣講 我也不怕人家 因為這樣而覺得說 我太霸道啊 這是我跟你之間的交情 他不在乎別人的看法 有道理 有道理 我們有些來賓來到要錄影的時候 都會說 蛤 你還活著喔 你還活著 那你就知道他開玩笑了 可是搞不好有一些人 就很在乎那一句話 對 我要講的是說 所以你看賈靜雯跟韓語的反應 就是反正呢 韓語是什麼都不要講 反正就是笑罵友人 沒關係 那賈靜雯呢 他當然還是 因為他 就是在那個婚禮當天 他有記者會 難免會被記者問到嘛 那你總是不能都不講啊 所以他就講了一句 就是阿溝說什麼都是對的 這樣 所以他也不要再多做解釋 為什麼我不能去或什麼的 因為這可能聽在當事人耳裡 都覺得是多餘的 對 所以我覺得他處理得很好 那當然阿溝他自己 後來看到那麼漂亮的花 他心情也很好 他也給了台階下嘛 他說我不是罵賈靜雯啊 我是罵他經紀人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 只是嘴巴 那對他經紀人來講 他經紀人會不會覺得委屈 沒有關係 他是長輩 他是前輩 阿溝開心就好 看到幸福圓滿也就很OK 所以我覺得是說 就像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 周杰倫結婚就是不找吳宗憲 那一樣的道理嘛 那吳宗憲都已經公開講說 你就給我這張帖子 有這麼困難嗎 但後來還是沒有 所以阿溝是長輩喔 賈靜雯 韓瑜是吳宗憲 但是你如果以吳宗憲 跟周杰倫來看的話 那有什麼不共戴帖子走 所以吳宗憲會覺得 我是周杰倫的恩人 因為他畢竟是長輩 前輩嘛 有拉拔他 但是這個就像剛剛阿德老師講的 背後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不知道 只是一般人來看會覺得 可是周杰倫的感受搞不好不是這樣 可是吳宗憲覺得是針對性 為什麼大家都收到 只有我一個人沒有收到 是吧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也沒有收到啊 我也沒有收到啊 可是我們跟周杰倫沒有這種關係 他們一定有一些恩怨嘛 只是周杰倫不方便講而已 他就覺得針對性 而且周杰倫沒有講出來 你也要看到他搞不好 所以吳有的人有說過一句話就是說 什麼最難做人最難 做人不容易耶 我想請教一下潘醫師 你有沒有過那種 你感覺你虧欠人家 該去我的婚禮沒有去 類似這樣有沒有 有啦 我記得我第一次結婚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時候二十幾年前 很緊張耶 所有賓客的簽名簿跟帳本 都留下來 到現在還在 對 到現在還在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人家台語說半夜 對 結婚 結婚 你還要去查耶 當初他包給我多少 比方說我有個同學跟我很好 結婚的時候包了三萬 那 如果他再結婚 再結婚 或說他的小孩結婚 那你能包少嗎 不行啊 所以那個帳本你要留耶 你真的很重視半夜的人 只要留一輩子耶 你什麼時候他的晚輩後輩結婚都不知道 搞不好兩邊都留啊 對啊 不過都有這個 那這樣你有虧欠人家什麼 後來你沒有包嗎 沒有啦 其實過了這麼多年 當然也有一些miss調啊 或是說自己有一些 狀況 有 沒時間 或是說種種的旅遊 沒辦法去嘛 那我想台灣已經不是傳統社會了啦 大家現在不會像古時候 說一個村子頭裡面的人 那麼的計較啦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自己包三萬 到最後你沒去 有啦 當然也要去啊 那你怎麼有虧欠 那也不算虧欠 不過有很多 我也要承認就是說 有很多時候 你難免也有一些你 該表示心意的 該到的沒有到啦 對 然後你那個時候 事後呢 你要再去說抱歉 好像也覺得自己很虛假 不然你就說你來掛船 我都要給你收一下 哈哈哈哈 但是我剛剛聽各位講 我覺得啦 這個喔 台灣的演藝圈的這種 潛規則還真的很可怕 你不懂你不要亂講喔 阿德等一下又罵你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講一件事情 對 他就已經有點猶囉 我們 我們看喔 我們去看那個 就是說 電影 不管是所有的連續劇電影 都會列出工作人員的列表 對不對 什麼意思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 包括喔 只是打雜的 場務 攝影師 燈光 製作人 其實每一個人都對這個 作品有所貢獻 為什麼製作人就是老大呢 就是說 我演的這場戲紅了 是因為我 不是因為你自己演得好 為什麼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心態喔 不太對 你知道國外 國外的好萊塢啦 現在的好萊塢啦 比較現在 韓國現在也開始了 一個新戲上檔 一個新電影要開拍 他一個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Casting 選角 選角不是製作人選的耶 製作人是製作這 這齣戲去募款什麼時候 那是他的專業 但是選角喔 你這個不能靠關係啦 今天跟這個主題有何關係 我有 我覺得就是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 周遊會覺得說 他對那麼多人有恩惠 是不是他們 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個角色不適合你 我特別給你的 變成是這種心態 我覺得 這變成潛規則耶 什麼叫潛規則 我講給你聽 你根本是大外行 我告訴你 以前 我就知道 以前早期的製作人 就是什麼事情都要做 誰演男女主角也要決定 是製作人才決定的 他拿這個角色去跟電視公司談說 我有這個卡斯 我要拍這個戲 那是以前 以前真的是就是這樣 這次事件啊 讓他聯想到2013年 影視當楊登葵過世 然後呢 當月的音樂追思會 還有後來的告別式 演藝圈的親友 幾乎都來送他最後一程 但是他曾經啊 楊登葵曾經提拔過的羅志祥 大S小S 這兩個都缺席 然後追思會當天 小S人在國外 大S在台灣 但有私人行程 缺席所以引發 負面觀感 那大S小S的母親 徐媽媽 帶女兒回應說 啊 因為他們兩位 太悲傷了 所以就沒有出席 這樣子 接下來呢 這個 不是我問的 這是我們七字寫的 他說 說你因為傷心過度 這個理由真的有比較好嗎 他顯然不相信 阿樂你怎麼看 沒有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講的理由 其實都是要被檢視的 那我覺得說 就是你知道就是 在媒體上被問到這樣的話 然後其實如果沒有聽一個完整的話 其實這句話其實會被質疑 就是理由真的太瞎了 但是我覺得說 以我認識的大S小S的媽媽 其實不會這麼想 我甚至覺得說 會不會有一些東西 沒有被完整的 就是 報導出來 才會 才會有這樣一個 因為誰都知道 這樣理由不是一個理由 是 那我是覺得說 其實 不管任何事情就是說 有沒有達成到自己的心願 那我覺得大家能 譬如說 其實我對阿哥所有的 以前的就是 不是婚變的那個 那個有小三介入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是很瘋狂的 其實我也曾經評論過 就是 其實我覺得 我真的很不能接受 他這樣的態度 我那時候不能接受 不是因為 我認為他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我覺得 人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難 很難不情緒化 你想說 一個這麼 講話這麼銳利 那麼直接 那麼誇大的人 一旦在表達這個 一定是更大的 所以那時候 我評論他這個事 我覺得說 其實這樣的評論 其實會讓自己更受傷 然後旁邊的人如果說 還認為你這樣是對的 這等於是逼迫你 去更用力的罵對方 還是更受傷 我那時候是不認可 這樣的事情 但是對照今天 他今天說了講這些話 譬如說 我覺得 一個人可以在 那麼公開的一個場面 跟人家要人情 我覺得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為什麼 這一定是他這樣一個個性 他曾經有這麼熱情的 就是為別人付出 再這樣說 他就又希望在這個時候 一個80歲的一個夢想 就是不能再等了 就希望大家有一個很誇張 所以說他把這個婚禮 做得那麼大 真的是 就是不是為了錢 也不是為了民 他是為了一個 他想要的一個夢 要把它做大 所以也許很多年輕人 一輩子他找不來 可是他覺得說 大家幫他圓夢 如果我在40年前 黃偉德你們就是小孩子 就是等於花筒 他是用這個邏輯 辦了這樣一個婚禮 其實我覺得 其實還滿可愛的 就是讓他 讓他覺得說 其實這個比你在那邊哀怨 守在婚姻裡面哀怨 然後他們壓力很大 然後常常每天在發 在生活上發些情緒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好範圍 了解 剛剛這個補充一下 因為徐媽媽是說 因為自己的小孩子 自己的爸爸剛過世 楊登奎等同第二個爸爸 又離開 所以他傷心過度 不過他們也有去 靈堂上香就是了 另外是羅志祥 因為工作滿檔 所以有提前去上香 那本來以為他人在國外 可是當天新聞 SNG連線 他是跟周星馳 在台灣有芯片記者會 被逮到了 對 然後隔天照片一看出來 對照楊登奎的追思會 說讓主辦楊登奎追思會的人 不滿 我覺得這對小豬是不公平的 因為基本上藝人他都有 他既定的行程 周星馳的那個記者會 是一個很大的亞洲記者會 在台北舉辦 那你如果本來是由你 後來你不來 因為你配合 你的合約是寫 我要配合宣傳的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說會 因為輕重緩急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個當然會被考量 但對小豬來講就是 一方面合約有這樣子備註 二方面其實他已經去表達過心意了 已經去上香了 那也跟楊老闆的 我相信有跟他的家屬啊 甚至在他臨堂前 告訴他這件事情 對 因為我相信楊老闆在世 他也會覺得小豬 你應該要答應人家要去 所以他並沒有說 我那天在國外工作 而被抓到 你明明就在台灣 那是誠信的問題 但是我是有工作 是沒有錯的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講這樣子的話的人 去批評小豬 我覺得是不對的 而且這個小豬喔 一個人喔 其實有沒有 跟他有沒有交情 有沒有一個尊敬喔 其實看他過去做的事情 就知道了 小豬紅了以後 其實他可以不用去主持那個 娛樂版本百的 可是就是 另外就是說 以前有提醒我的恩情 他就持續一直主持到現在 我覺得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更 就是他們之間的交情深淺是在這裡 了解了解 那請教一下這個廖老師 因為你剛才說了韓語 因為剛剛那個婚禮的座位安排 會傷神嗎 傷神啊 因為我兒子排好了對不對 結果 所有的人就 那個櫃台就會 哪一個人來的就會找我去 那我就亂帶 因為我覺得 他們比較熟就把他帶在一起 結果 我就先被我兒子罵 他說 媽媽你幫我帶 帶的亂七八糟喔 你都沒有看到 我說 你也沒有跟我說你怎麼排 我不是上面有寫什麼 什麼拼客什麼拼客嗎 結果呢 結果排的時候就是說 有沒有人不高興 我猜是有啦 但是也沒有那麼離譜 但是有一個我就看到孤零零坐在那邊 他是一個大學教授 因為他晚來到人家 就是好朋友都坐成一桌一桌了 沒有位子給他坐 我就把他安排在一個 他不熟的一個位置 他太太又沒來 然後我就看到孤零零 一直這樣很哀怨的看來看去 後來我就趕快跑去 我說怎麼樣 他說 你幫我換個位子吧 你換到另外一個 他比較熟悉的 對 就是另外一個出版社的老闆 女老闆那邊 我說好 我去喬 我就把他帶過去 不然他實在是很哀怨 他哀怨的伴長 我才看到他 因為我那天一直 對啊你以後不要再幫忙了 最近不是又要辦嗎 不要再幫忙了 你要記得做一個輕鬆的媽媽去就好了 對 我現在覺得不幫忙好 因為我兒子跟我女兒不一樣 女兒就會一直罵我 說你為什麼不能跟我確定說他們幾個人 就是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他會 可能會自己來 可能會派代表來 我一直問他 你覺得反不完 人家給人家壓力 人家就跟你講說我現在還不能決定 可是他們不了解說為什麼你不能決定 打一個地方不是就能夠決定 我說不是我不能決定 他決定說我就是要把人數確定 就是要非常確定 然後要幾桌 幾桌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經驗 他們以為是什麼團體旅遊都可以講準 你婚禮的話50桌 正負5桌是很正常的 有時候天氣的關係 有時候什麼原因 有一些人本來要說來沒辦法來 因為我也有看過有一些婚禮爆桌的 對 有爆桌 我自己結婚就爆桌 所以這個正負總是有一些誤差的 這很難去抓 他們也有那種誤差 但意思就是說 婚禮不是出國旅行 你不能那麼多個人都不能確定 確實就是那麼多人不能確定 你還叫我怎麼辦 我教你 下次如果你女兒這麼跟你講 說那我就把這些人取消掉好了 這樣子你就可以確定了 沒有請那麼多人來 我有說嘛 我會來說 那這些人都不要來 可以 你說爆桌 你說那個訂問桌比較少 爆桌在聯繫家也是一個辦法 我說這個請點全部反應 我說我不記得 因為然後他又說 你本來說要來的 你還是要來 不然我那個都按照你講的那個 反正我就被他們吵得很那個 就覺得 因為真的很多是不能確定的 校長啦 真的是帶學生出國啦 或什麼東西啦 這個如果我確定是 他是真的 對 然後你說他說 但是我那天可能會請副校長去 或什麼 所以副校長那天又沒空或什麼樣子 都有啊 不確定因素 那誰上台講話會不會難安排 這個還好 因為我都沒有 我兒子就跟我說 他只要鄭鴻 兒子就是有水準氣管 就是有水準 我自己都不敢有什麼人講話 你知道嗎 因為兒子 這是他的婚禮嘛 不是我的 我的人情或什麼東西 他要誰 我就說 我盡量 因為這個那麼大法也難請啊 沒有 不要這樣講 真的 他真的是很看面子啊 你跟他講一次他就OK 所以我都覺得 不然因為我平常沒什麼事 我先休息 阿女兒就說他另一個就不要那個 因為小長 小長 其實我覺得人生的過程裡面喔 我們難免喔 就是對別人有虧欠 而且那個虧欠感其實是讓人 就是一直就不舒服 那阿德你有過嗎 有啊 就是很多虧欠 就是我覺得說 面對虧欠最難面對的就是 就是 如何去跟人家說對不起 對 就這一步很難跨出去 然後就是明明知道說 這個事情其實有傷到人 可是就還在霸佔說 我有道理啊 我幹嘛要道歉 喔 槍子多理 就是 幹嘛一直在講那麼深 然後呢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說 譬如說我以前就是 就是我 就是有一個很好很好的同學 然後他在 因為最困難的時候 就是去工作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一畢業啊 大家就是都考不好嘛 然後他就去工作 就沒想到工作兩個月 就手指頭就被 機器截斷了 那截斷了那個時候就是 他家境也很困難 我也沒什麼錢 可是就是大家想辦法 能做什麼 然後呢 我還記得就是說 就是他要結婚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那時候我也 因為他很早就結婚了 我那時候也沒有什麼錢 可是我就想辦法就是 把自己一個月的薪水就是 全部包給他 包給他 然後呢 後來 那很大包啊 對啊 等我要結婚了之後呢 我靠 我居然的感覺 就是覺得很受傷的感覺 就是他居然跟我講說 蛤 就是 他覺得我之前包紅包給他 包的不夠多 蛤 蛤 這樣還不夠多 但是我一個月的薪水 就是你把我看得多重要啊 蛤 我這個朋友是多重要 重要到要怎麼樣子 這個事情我就是非常非常的盛情 然後氣了很多年啊 就是氣到就是說 他有狀況的時候 我也是完全不理他 就是他要請我幫我 我完全不理他 可是後來就是他 後來就是狀況越來越不好 不好到啊 身體不好 對 後來就走了 可是對我來講 我以後就完了 沒辦法彌補了 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就是覺得說 那時候這個記仇啊 這個糾結啊 就怎麼會 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結果 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其實最難的真的是道歉 如果那個時候 我有就是 把那個對他那個就是 比如說他覺得我錢包不夠多 我用更大的仇恨喔 去回應他 我覺得說這件事情 真的是現在道歉也來不及 所以我在想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就會盡量 就是把很多事情的單純話去想 就是不要很多事情糾結在一起想 因為這糾結在一起想就是說 說看到的結果就是負面的 什麼叫單純想 比如說我覺得 比如說阿哥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就是要辦一個婚禮 我不會把他錢 我不認同他的話 全部搞進來一起評判 因為我覺得 任何誰都沒有去評論 整個人生的一個權利 而且這樣的評論說實在 也沒有公道 然後自己也會很不舒服 然後對這個社會也沒有幫助 為什麼 因為就是情緒PO出來而已 我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保持一個 更單純的心看這些事情 就是好的一面我們可以看 不好的一面我們可以分開來看 看怎麼樣一個對待 就不會糾結之後變成說 今天這個 我剛才講的同學那個事情 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遺憾 這遺憾就是說 我心裡就會惦記著說 如果今天還有機會再一次 我就覺得 如果同學給我講說包太少的時候 我現在就會想到說 他那時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需要 希望我幫他做不好 他在暗示 這樣的心情你從來沒有講過對不對 沒有 也許他今天聽到 在天之靈 希望 真的 因為我哥哥最近給我看一個影片 他是日本311的那個 就是海嘯來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瞬間就死亡了 因為他被淹了以後就 因為速度又很快 去撞到牆壁 然後就死掉了 可是 可是喔 我看到以後 我哥哥給我看 那確實喔 那個人死掉的時候 有一陣煙就飄上去 然後到窗子裡面去 房子的窗子裡面去 靈魂喔 看到 看到有 有好幾個 然後我哥哥本來也 他不相信鬼神這個是 真的那個看得到 那是什麼監視攝影機拍到了 對就是有人用手機 遠遠的去拍 用手機遠遠的拍 然後就看到 看到 有一個很小的煙 然後飄上來 然後 馬上躲進那個房子 因為他房子是三樓 他煙到一樓了嘛 他躲進三樓 從窗戶裡面進去 這樣 然後不只一個喔 然後他就 然後我哥哥說 這不可能造假 然後 我就覺得說 有可能 如果按照我們平常老師講的 人有三魂啊 也許他 瞬間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亡 所以那個魂 他還是逃 魂還是逃 那逃了以後 他才可能 看到自己的時候 才知道自己死亡 這是我自己的解釋啦 這樣 所以 為什麼說你同學今天會聽到 然後 對 他的三樓 然後他會 他會比較好過 然後我覺得你會比較好過一眼 對 我覺得你今天收穫算很大 我幫你解開你內心裡面的那個虧欠 所以 車馬費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你剛剛那個算道歉嗎 不算啊 那個怎麼算 好 我哥哥給我分享那個311海嘯那個事情 是因為我給他看了一個影片 是別人傳給我 是有一個人喔 在台灣喔 是有一個人光天化日之下騎摩托車 戴著安全帽 然後 在騎的時候 被一輛速度快到 你幾乎沒有辦法看清楚的車子 撞到了 然後撞到以後他就倒了嘛 然後摩托車就碎一地嘛 然後那個人摔倒以後爬起來 他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受傷 很不舒服 那勉強也站住了 可是他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輛車不見了 撞他的那輛車 你有看到對不對 不是 我有這樣的經驗 我就是有一次深夜回去 就是騎瑋士排 砰 就突然到深夜在那個新鎮南路 砰 抬到那邊 我就撞到 就一個東西撞過來 我就跌倒了 你知道撞好以後 真的是天旋地轉 對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哪裡 你甚至不知道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都完全不知道 等我弄清楚了 就看到旁邊有一個人來 來問我有沒有怎麼樣 你知道怎麼樣嗎 我就看到我的摩托車分成兩半 這麼嚴重 對 然後呢 新鎮南路整個馬路是近空的 沒有車子 那我還想說 我那時候到底撞到什麼 你知道新鎮南路 但是你並不知道自己撞到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就感覺到有一個黑影 就砰過來 可是你知道發生車禍是不是 你知道發生車禍 因為車子壞掉 車子壞掉 分裂掉 如果有人撞到我 另外的車子已經會在啊 對手上嗎 對不對 沒有 我就 就暈了嘛 暈了在起來的時候 因為深夜嘛 所以沒有什麼人 深夜呢 起來的時候有一個人在旁邊 問我怎麼樣 可見他已經剛經過而已 結果看到車上 沒有人 只有車子分解體 就這樣看 或者那個肇事逃逸啊 對啊肇事逃逸 因為你會應該有暈了一陣子 對 然後失憶 我覺得就是很難想像 就是肇事逃逸這件事情 我很難想像 因為總該有一些 而且那個車子就是真的解體 就分了兩半喔 沒有暈一陣子吧 維斯板分兩半其實很奇蹟耶 而且就是也不是分了這樣撞碎的 就是分了兩半而已喔 沒有任何撞擊喔 就這樣 在新南路哪裡 就是台大那個麥當勞那邊 喔 其實那個恐怖的是因為 會失去一段記憶 對 失去記憶 你說那種腦震盪症候群 你沒有真的出血或是外傷 但這個腦神器 如果要劇烈振動以後 有可能之前之後的事情 會有一點忘記 完全沒有記憶 就我們很 現在最常出現這種失憶的是什麼事 就是很多病人吃那種暗面藥 尤其是斯蒂諾斯 對 吃完又做什麼事情 完全沒有印象 它嚇壞了 是是 來 我是要分享說這個婚禮的一些美稿 是因為我剛進報社一年 不到一年的時候 我就結婚了 那婚禮的確就是三分之二的賓客 都是長輩的 那那個時候我爸爸 因為是這個司法理會的會長 所以婚禮要展現這個人的人脈 是完全是做足做蠻 那那個時候我的證婚人是 當時的司法院長林陽剛 那我的婚禮 照理說在那個年代也算灌溉雲集 身為新娘的我 因為我們是有這個儀式的 那正要進行儀式之前 我才接到通知就說 證婚人沒來 就林陽剛沒有來 真的啊 沒有來 從頭到尾都沒有來 然後林陽剛不是這樣的人 但是他為什麼會 證婚人是要上台致辭的 對 他沒有來好像也不太能夠開始 這個問題開始進行 因為我結婚的那個年代 是國民黨的主流跟非主流 政爭非常嚴重的年代 那那個時候剛好也傳出來 林陽剛要選總統這件事情 所以我的婚禮 記者來了二三十家 就是記者都來賭他 因為平常是 因為那個年代 你不可能說像現在官員 走到哪都有記者 現在不可能 尤其他又是司法院長 他平常是不去任何公開場合 他唯一一個公開場合 就是要來我的婚禮 那記者都已經等在那裡了 那我認為身為證婚人的 他一定天人交戰 他是要來這個場合被記者賭 還是他就是可能就是 在我的婚禮留下一個遺憾 我不知道 可我當下就是很驚慌 因為我最大咖就他了 而且他也是看我爸的面子啊 那你沒有來也是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我的儀式還是繼續進行 但是他其實第一他沒有來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會一個很失禮 他立刻就請司法院的 當時的這個秘書長王甲乙來 然後來了之後呢就給他一個講稿 副秘書長叫王丙丙 難怪人家婚禮喜歡找你 他來那儀式照樣進行 他就講什麼 他說你抱歉今天院長沒有來啊之類的 然後我一開始是不太能理解 說你為什麼不來 但是後來就發現他那個王甲乙來的時候 就帶了他的印章來 帶了領養港印章來 他必須在我的結婚證書上蓋下領養港 所以我並沒有遺憾 因為我證人還是領養港 而且我之後完全能夠體諒 我的婚禮完全沒有遺憾 阿港博也不要覺得有什麼 可能我覺得他心裡會有一個那個啦 因為他畢竟面對這些記者 問他到底要不要選總統 他真的沒有辦法講 但是對我來說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至少你看那麼多年以後 我可以分享說 欸我的婚禮喔 真會人沒來 你記一輩子耶 我不會覺得不好耶 我會覺得 王嘉義有上台講話嗎 有有有 他有講了 他有住百年好合嗎 有啊 這婚姻還持續你看 現在選舉期間喔 其實很多候選人也要跑婚禮 我那種選的時候 哇 跑了幾十場耶 對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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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